那間餐廳都不冷 我們穿短袖衣服是沒什麼東西的 突然之間是寒出來的 心裏寒出來 連外套也覺得冷 但我已經坐好正中間了 但那張椅子是懂得贈的 我晚上回去的時候 就無緣無故有很多頭髮 然後還有個貼紙寫著十四這個字 然後我就很害怕 我不敢離開房間 我怕我一離開那一刻被人 不准想立刻回答我是CXLab的希名 回答入農曆七月現在有天陰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因為觸犯什麼禁忌 而遇到髒東西呢 大家又會不會做什麼去避開他們呢 我們現在立刻出發去問問問人吧 Let's go Hello 我想問你們知不知道 農曆七月十四是什麼字 黑症 啊 預言之六七 鬼門開日子 平日預言之六 那你或者你家人會不會去做一些儀式 例如燒家儀那些 那些沒有 沒有啊 叫我出去喝酒 Lubi 叫我出去玩多一點 你們呢 那不會呢 基督教基督教 就是叫我們早點回家 不會 一定不會 因為那條村道一定外面會不會很多人燒 他有沒有說為什麼要這樣做 小小的時候他會說 不要問不要說 我聽過人家說 那些閹條的事情就是 時間 哦 哦 那你們有沒有聽過什麼 遇難節軌節禁的 不要走場邊 聽到自己的名字 不要轉 我現在唱歌 不要唱歌 我唱 啊啊啊啊 如果有人拍你的肩膀 不能轉 啊啊啊啊啊 你拍了啊 你快點 整回去吧 不要去穿黑色衣服 紅色衣服 衣服都不能穿 黑色衣服 很晚 媽媽吹喉獸 還有盡量去一些小人 陰氣重的地方 不要乘地鐵尾班車 專載一些靈體 知道這件事之後 你會不會避免了 都會的 但有時候避免不了 知道就不會了 有一個禁忌呢 就是你去酒店要敲門 但他就上網再看到 去泰國還有另一個閘族 就是敲門不夠的 進去還要閘銀子 在地上 於是當晚就發生了另一件事 他們兩個人都好像聽到 有人說話 真的跟兩個人都一起聽到 然後就換了房 他們是做多了這一步 我脾氣脾氣了 這件事我就覺得 所謂的寧可順其有 就真的做多了 就是人家做多了 可能就會 我知道你害怕 還有你知道我在這裡 是的 他整天拍我肩膀 又是 他們整天拍我肩膀 在一間餐的單邊 他們本身已經說鬼故事 那間餐廳都不冷 我們穿短袖衣服 是沒有什麼的 突然之間是寒出來的 心裡寒出來 連外套也覺得冷 但我已經坐好正中間 但我自己是會震的 看不到的 只有我感覺到 感覺到肉 之後我已經是咬一咬了 無緣無故有力 是拍我肩膀搭著 我立刻縮一縮開 那我旁邊有些朋友 就已經是叫我 壓在一旁 叫我坐在旁邊之類的 之後就 慢慢就 沒那麼寒 然後就舒服了 有沒有喝醉的 沒有喝醉 沒喝過酒 有被鬼摘過 那次就是家人 就是他跟我說 很悶啊 可不可以和我聊天啊 我看見他好像 老典波 有時候有些樣子出來了 一橫橫一條線 他的樣子是浮了出來的 很害怕 糟了我個人很寒 很害怕 我回答 好啊好啊 你說話 我講不話 我心裡不說好啊好啊 我就立刻一旁起來了 我自己有一次住酒店也是 本來 日光日白沒事的 是無緣無故回到酒店 已經是人很不舒服 我晚上回去的時候 就 無緣無故很多頭髮 然後還有個貼紙寫著 十四這個字 然後我就很害怕 我不敢離開房間 我怕我一離開那一刻 他還要整晚都有一些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然後滴滴 聽過有個朋友 他在馬路 然後看到中間有一些柱 就是中間有個安全島 然後就看著有雙球鞋 這樣勾在那裡 然後他看著那雙球鞋 進了晨 然後他聽不到任何聲音 然後走出馬路 我朋友是拉著他 就算叫他也沒有反應 他就說我剛才聽不到你叫我 這麼恐怖的嗎 原來不是不可以亂撿東西 連亂看東西都不可以 這個不知道 雖然年輕一代 已經不會做一些 月蘭節的製製衣服 但是他們也會操守 大大小小的月蘭節禁忌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禁忌 或者是 有什麼事件想跟我們分享呢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CLS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SQUISHY SQUISHY 嘩 真的很治癒 除了我手上的款式之外 QT Outlet每個月都有新款式 上網訂還會有折扣 我立即去Follow QT Outlet的IG 你有什麼秘訣是 咬他去 放鬥他 罵他 我朋友有一句說話 等我死了 你搞死我 大家變得鬼 看誰比較兇 7月14月 我跟你說 不可以戴帽出街 不戴啊 他就有人 然後朋友在做夢 看到是同一個情景的房間 看到那個女生在廁所擱物 看到他們有善意 我朋友問他 摸你是什麼感覺 然後他真的被他摸 怎麼辦 我突然覺得很寒 對 我們現在整身寒寒 那你還說 我現在 你還問的 你還問的 你還叫我 廢話 我必須 我必須 是 我能見到 一 永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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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